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如果说到煲仔饭 你会想起哪一位呢? 是,大家都会想起那一餐我吃不到的煲仔饭 但是不要紧 就算我们吃不到那一间,我们今天还可以吃 这一间煲仔饭 我在神德开了这间煲仔饭 这么多年,每天都很多人排队 生意这么好,全靠我做生意的秘诀 用心...每一个客人 老闆,可不可以快一点点 你干什么呢? 不行就不好吃了,我跟你说 走啊,不做你生意啊,走 OK,我不适合你,慢慢你慢慢 各位,我已经过了大概一个两个小时 没那么久 一经过一段时间摇样之后 这一盆就会是我们 秋剪所呈现给大家的煲仔饭了 所以各位,我不客气了 从那边吃起啊 好,老闆,你去忙吧 我吃一顿饭的,麻烦你不客气 过来煮了 这么多东西 有这么多人排队 各位,我不客气了 我这煲饭没有油,没有油,没有油 没有任何调味 饭粒都已经够了 全因为其实是臘腸,臘肉的味道 好,重点是,先试这些腊肉 这一款的腊肠,其实是和我们以往吃的 一些广式的腊肠 或者是我们亲远那次去拍的腊肠 都会有不同 最特别的地方其实是两个东西 第一,咬口方面 是会更加紧致一点的 瘦肉会比较多一点 还是可以咬到瘦肉粒当中的咬口 味道方面也很特别 不是我们普通的腊肠 它会比较多一点的 应该是豆豉的味道 鱼肉方面更加紧致 每一款腊肠都应有的状态 而真正可爱的是 它的腊肠味更加浓郁 所以更加适合泰黎送饭 我一盒煲仔饭 没有加醬油 但是它只吸收了那些腊肠的汁 吸收了那些腊肉的汁 已经很够味 这个会是这一款腊肠 我自己觉得很个人 好得的地方 一款来自湛江的腊肠 与我们港式的腊肠相比 有它自己的风味在当中 吃惯港洲腊肠的你 或者有兴趣都可以试试你 这款的 购买的说话方法很简单 也是关注我们品成记的微信公众号 然后去到我们的买买买 那里搜索相对应的商购 再不是你去到我们的 微信公众号上面看 看完之后 也可以按一下下面的小程序 就可以购买到 那指那间抽剪的说话 水沙处 好